注意看视频车正常行驶 第一次闪灯是为了防止右前方白车并倒过来 此时前方黑车压线行驶 咱们车主也是闪了几下 可能是被闪了 黑车车主也是很不服气 随机就故意点了刹车 你说前面又没有车 你的点刹车分明就是恶意变车呀 咱们车主也是鸣笛示意 但是黑车根本就不予理会 甚至是直接逼停视频车 此时车主也是怒火中说 无论的车主也是选择了变道 谁知道黑车仍然不依不饶 打了转向又准备搞事情 车主也是决定不再惯着它 黑车是又菜又要玩 车主干得漂亮 前方马上就是隧道 咱们视频车的速度并不快 刚好能欣赏一下这里的风景 你还别说这里的景色还真漂亮 左边车道什么情况 已经连续转了好几辆车 此时左后方白车为了避让 也是一把方向打了过来 还好咱们车主的速度并不快 一个回首头轻松化解 真不愧是老司机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风景 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分心啊 不然这么好的景色也是徒劳 再看这一个视频车逆行准备超车 就目前来看 这也不具备超车条件啊 右侧黑车转向灯也没打 突然左转 这种情况你们说是谁的责任 一个街道超车 一个左转不打转向 这个还真不好说呀 前方刹车灯一片 咱们是不是也该刹车了 我说刹车刹车啊哥们 车主是刹车了 却被后面的追尾了 提前刹车不得再是为了我们不追尾 也是为了提醒后方车辆不追我们的尾 视频车正常行驶 右侧有个骑自行车大爷 我们还是尽量离他远一点 谁知道他下一秒会出什么样的动作 哎哎哎 你看 说什么来什么 上一秒再执行 下一秒就左拐 我说大爷呀 这也没有路口 你瞎拐什么呀 果然马路是你家开的呀 前面明显已经出了事故 大车也是打了个转向提醒 你说你还速这么快干嘛 你是什么热闹都要凑我 好了 这下不用急了 停车休息休息吧 最后一个 前方路口 此车正是红灯 咱们车主在考虑 要不要过去等红灯的 算了 咱们还是左转吧 这样刚好不耽误时间 哎 这是什么情况 刚一转过来 一个大爷躺在路上 算了 咱们还是去等红灯吧